這個叫銳化中間的綠箔器 Filter Filter一般是所謂的電極器 會修的課程可以叫一學器 這個叫數位演像這本書 它的目標是要強化 在強度轉換之間的轉移 所以這什麼意思 所以什麼叫邊邊 邊邊就是你顏色產生激烈的變化 我們把它找出用 基本上的概念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前面講過數位演像 可以用一個二維的函數來表示它 這是一個演像 X跟Y是你的人所在的像素 F代表說在那個像素的這個值 在第五項 第一個就是各位同學學微積分的偏微 我對X偏微 什麼叫偏微呢 就是固定YX的變化 只不過各位同學特別注意到 因為我們是數位演像 所以我們的像素呢 就是加一減低隔壁的意思 什麼叫二次微分呢 二次微分呢 就是一次微分再微分 叫二次微分 所以算出來呢 經過這個計算呢 就是我加一減一 然後減掉兩倍自己 那這個呢 有一個專用名詞叫拉普拉斯 拉普拉斯呢 是在18世紀的偉大的數學家 電機器要連他一學期的數學 叫拉普拉斯轉換 工程數學 所以這個呢 是對X兩次編為 對Y做兩次編為 這個叫拉普拉斯 那什麼叫銳化空間的離國器 這個呢 是對X兩次編為的轉換 這是對Y兩次編為的結果 所以拉普拉斯轉換呢 就會是什麼 就會是加一Y 減一Y 然後呢 YXY加一 XY減一 所以就是這一個 濾波器 你們看到 就是一零零零零 那這個中間呢 是負四 所以這一個呢 就會是你的濾波器的遮罩 然後呢 這一個呢 負八呢 就是這個延伸 也就是說呢 我們這個自己本身 減八 但是這個地方呢 是一倍 這個地方是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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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效果 就會類似這個效果 所以這一個呢 轉換 為什麼可以把這個邊邊找出來 因為我們要看它變化的這個情況 看一個數值的例子 這個是LENA LENA從114到119 然後118 然後388到39 因為我們前面講過的 這個所謂引發這個 所以這個呢 是LENA取出一小塊的 5乘5的捲證 然後呢 你針對LENA5呢 就是 這個LENA的小部分 跟濾波器呢 來做一個減基 那這個呢 就是出來的結果 266 266呢 就接近白 25的就是灰 所以這個呢 所以這個呢 就是這一小塊 跟減基出來的結果 你們看到 這個呢 就接近白 然後0的話呢 就是黑 你們看到 這是5乘5的圖片 就是黑的 所以呢 只要是黑的部分 代表說呢 這個邊邊這個地方呢 它就沒有分辨出來 但是有趣的事情發生了 各位 你看啊 這個呢 當你在邊邊呢 產生劇烈變化的時候 這個呢 本來是黑色的 這個是白色的 所以這個代表說呢 某一個區塊 有激烈的變化 那你給它沉到這個 前面這個濾波器 那竟然你給它找出來的 所以 上面這一個 就是這個橡樹 產生劇烈變化的時候 我可以把這個邊邊呢 怎麼樣 給它找出來 哦 所以呢